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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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文化的根 当母语失落 你还能记得你是谁吗 我们现在是要去那个嘎哈布的部落 然后武功这边 那待会就是我会去做田野调查 32岁的济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林洪瑞 正在跟时间赛跑 抢救贫朴族群中极度兵伟的嘎哈布语 看人家在摩托顶 我也会这样 阿布 喔 大家要来做田野调查 我们今天要来做田野调查 好 我请问一下 以前跟阿布的人 要打一颗虎都怎么打一颗虎 爸爸 爸爸 阿布 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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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好这样 他收益 我在我大四那一年的时候 2011年我参加中研论的人类学营 然后我第一次来到 嘎哈布的部落参访 然后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位其老 他用族语跟我说 来吃饭来吃饭 然后我就想说 居然还有其老会讲族语 平谱一词 最早出现在18世纪初的 清代文献中 1904年 台湾总督府绘制台湾宝图 由平谱族群的社民可推荐 当时族人都分布在西部山区 靠近平原一带 时光流转 平谱族群记忆 却在自己的土地上 逐渐变得模糊 日本时代 日本的这个语言学者 像是易能家具等等 他们就已经发现说 这个平谱族群面临了 非常大的一个危险 那几乎是死语的 就是死亡的死 死语的这种情况 我们是歧队了 我们是在北海中的 我以后怎么说 更不在意 更没在意 你在哪里 你还在哪里 1990年代 学者提出平谱族群为七族 十四支的说法 其中近半语言已经确定灭绝 其中嘎哈布族主要分布于 南投 普里 梅西四庄 牛棉山 首成份 大南及吴公伦 曾被联合国赵科文组织 认定为全世界 濒临灭绝的18种语言之一 目前全台能够流利使用的族人 剩下5到10人 92岁的潘阿春 是守护嘎哈布语 股价 文化瑰宝 我认为我认识 认识到嘎哈布 认识到小伙伴 如果我认识到嘎嘎 认识到 我以前小伙伴 都没有说话 都说我们嘎哈布的话 我们这次让人说我们是欢 我们是没说欢 双顿的才说欢 我们的名字 我们称呼自己的族 就是家家母 看到这个就想到我 以前在做尾纳的时候 这是我讲的 曾被称为首帆平埔族 甚至被迫使用汉人姓名 为了躲避歧视 族人们不得不说着别人的语言 平埔族群至今仍无法取得 合法援助民族身份 始终像是没有名字的人 我们就被童化掉了 不要自己说什么 我自己的孩子孙 就都我的老公也是虎漏了 我的孙又不知道什么漏也不知道 就没人说了 阿布阿布 我觉得阿布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其实是在于说 他目前还不是官方认定的 人住民族 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了 那在学校是可以学习 16族的语言 甚至可以学习越南语 可以学习缅甸语 可以学习马来语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 学阿布的语言 我去年58年 我叫阿布阿布 哎呦 我说怎么有 他的阿布也有孙 我说 一时间一半就听一半 五十八年就听一半 我说 开米内有巴巴 米内有兔拉拉 口耳相传的鼓调 却用陌生的母语 吟唱着 嘎哈布语复兴之路 正坎坷前行 除了嘎哈布语被认定 濒临灭绝 台湾还有七种语言 被列为确定灭绝 包括平埔族群中的 巴贼语 凯达格兰语 及道卡斯语等 但采访小组实际走访 南投不必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有没有 阿布跟豆腐 哈哈哈哈哈哈 我 把这个阿拉汗 把这个阿嫂 我是八代人 把这个阿拉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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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九岁的潘琼秀 是全台少数 仅存 把贼母语使用者 近半世纪来 能够和他以足语交谈的对象 所胜无几 马拉汗 这个阿拉汗 那个鸟叫做阿燕 阿燕 不是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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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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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很好听很清 阿燕 这个你阿姨 这个我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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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老 越来越没人说 差不多 我差不多三十岁 了后就像我和我阿姨 这样 主要分布于中部地区的巴贼族 全盛时期 曾占全台人口近百分之五 如今不敌语言流逝 熟悉的母语 唯有镜子里的倒影 愿意倾听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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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得光 阿燕 阿燕 现在这个巴贼 越来越没人会说的 你敢说很欢乐 会 外口 我们这个巴贼 都是最大的創作 为什么会一直没去 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评委语言 他的认定就是说 需要有一个民族 来使用这个语言 那还有就是说 他这个民族当中的语言人口 所谓的语言人口就是 他的那个 native language的speaker 像世界上有些民族 他可能只剩下一个的话 那就没有一个对话的对象 那事实上 他们这个指标认定是说 只要一个以下 就是零个 到零个的话 就是真正的死亡 应该在那边 应该在那边 2022年 全台近470万人口的客家族群中 也有少数腔调 难逃 灭绝危机 那些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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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小组前进 桃园杨梅区秀才笔 寻访全台使用人口 仅剩数百人的 永定腔客羽 台湾客羽 目前使用人口 以源自广东的四线枪 及海陆枪为最大宗 但有一群来自 闽西的永定客家人 特殊发音及词汇 难以与外界沟通 母语退缩为家庭语言 更出现严重 断层危机 公公啊 他叫 主妇啦 叫阿达 主妇叫阿达 对啦 那阿婆咧 阿婆 阿咪 人家人听不懂 你知道吗 出去讲都听不懂 他们听不懂 你里面讲一幕 像睡觉 睡觉 睡梦 睡梦 时代的奇事是这样子 慢慢都会淡化掉泪 说来说 这国际的法师 没说到你妈 你知道吗 嗯 那要语学前几代的 像我阿公那一代 我阿婆那一代的 那样的人来讲的话 你不讲话 他就会打你 新北石门淡水及三支地区 都曾是永定客家人 主要分布地区 但如今能够流利使用母语的 多是五十岁以上长者 台湾永定羌客家化 恐将成为历史名词 要连房研堵都没有办法损采 房研堵是说要堵内 和台阁夫妻都没有讲 要是从到较早 的瀑布 瀑布 和我说 都会听听 强强的差不多 二十四代的 一种 一种 合法的 所以我上课的地方可能逛 只要有电脑的地方 就可以上课 不愿眼睁睁看着语言断绝 年轻人想方设法 接住 自身文化 早安 嗨 妈 透过网路发起串联 把这青年攀旋豪 终于有机会 重拾母语 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长辈们就慢慢的习惯 使用手机啊 或平板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现象课程 那这个时间大概已经有 一年多 快两年了 我的同学 这里 一个是 一个族人 然后两个 这中间下面这个是 葛哈乌的青年 他自己做织带 他是艾兰的演出 武文是艾兰 我们其实常常会感受到要去 去追长辈 或追他的时间 会觉得赶不上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新的挑战就是 要尽可能的跟长辈 像这样的 网术上互动 或者是留一些语音或文字的记录 蘆布斯 母乎 乳乎 最有成就感的嗎 最直接的是像是 長輩們那種眼睛發亮的感覺 就是他們會覺得 他們不覺得年輕代會講這個話 文化傳承就像是跑馬拉松 就是大家長途的跑一個 為一個目標去前進 有下一代人去延續去走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才可以有未來 同一時間220公里外 位於南投窟里的 拔飛文化工作者潘英傑 振奮力將語言文化交棒給下一代 你是老師嗎 一小咖大咖大 同樣身為母語失落的一代 2000年潘英傑回到故鄉 從零學起 有幾個字你就會剛開始 你會抓不到他的那個發音的點在那裡 學生打了波 打了波 他那個X之後在最後面的話 那個聲音要短 打了波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語言 這個是語言是上帝示給我們的 不要到我們這一代 就這樣子就消失掉了 人們都說我們巴仔 我沒有聽說過 我們就是要寫我們的文字 告訴大家 巴仔很讚 巴仔又沒有語言 語言跟文化它是相互依存的 保存台灣的多元文化 在語言這一塊就是 必須要做更多的努力 我怕你就是 加哈欠 你看 哇 哈囉 各位同學 好 大家好 鴨勤 鴨勤 母語 交織出台灣最多元的樣貌 承載歷史與文化 讓這片土地上的 每一個人 自信驕傲 我說台語 我說台語 我講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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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具消失中的語言 如何守護 願意學 勇敢說 讓我們邁開大步 搶救文化凋零危機 下個單元 鏡頭帶您前進台南左鎮 被國發會 列為2050年即將消失的鄉鎮 左鎮該如何力挽狂瀾 極限村落的創生啟示錄 馬上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我是喜顧雅外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台南左鎮是台灣的化石重鎮 境內的蔡遼溪曾挖掘出 距今三千多年的左鎮人文化 而知名的粵世界惡地地形 更是珍貴的地理教材 但這些自然資源 卻也彷彿成為地方發展的緊箍咒 產業轉型困難 人口老化外流 讓左鎮被列為 2050年即將消失的 134個鄉鎮之一 左鎮該如何串聯在地資源 重整 產業榮光 透過地方創生團隊的挹注 翻轉凋零的老街 打造更多元的生活空間 能否為左鎮力挽狂瀾 帶您一起來看 這些房子主義倒塌了 不知道說原來還有左鎮老街 那這個故事就在下一代的生命裡面 就消失掉了 我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 回來發展創造左鎮未來的可能 船船蔡遼溪流淌過台南左鎮的地表 清澈水面下 蘊藏著百萬年以前的海陸化石 悄悄守護生命起源的秘密 我們現在這邊是要去哪裡 叫蔡遼溪 左鎮母親河 台南左鎮已出土化石聞名 不只有距今三千年的左鎮人文化 也曾經挖掘出 徒步橫跨台灣海峽的 早板犀牛化石 地點就在眼前這條蔡遼溪 華視新聞雜誌採訪團隊換上女鞋 跟著在地文史工作者毛明旭 實體體驗化石採集 小時候我們生活在蔡遼溪邊的小朋友 大人做大人的事 然後大哥哥大姐姐就是 帶著我們游泳啊玩啊 撿化石啊 日治時期佐鎮因為開花道路 採集沙石 才意外讓化石出土 透過在地體驗 遊客常常有驚喜發現 這裡比較多四種 對啊 這個就是雪憨啊 會憨 看得出來這樣大概有多久嗎 幾萬年了 這個不是人吃的啦 這個是它浮上來以後 死在這裡的 烏克是最多的 你要怎麼弄呢 潑水 把它洗掉 對 潑一潑它化石就會有的時候 之後它就跳出來了 像找化石的人齁 一整天喔 才找到一兩顆喔 為在台南佐鎮菜寮溪的菜寮段 因為經過地形台深 擁有豐富的海上跟路上化石痕跡 像這樣子 顏色深色的石頭 都有機會可能是化石 真的 這塊就是啦 這兩個可能是同一塊 好厲害喔 它一邊平滑 它一邊你看喔 它這個是有那個 就是 骨骼的 對 痕跡 因為不開發 所以說它保持的 比較原始 我們是希望把這些旅行活動 帶出 帶給想要做這些體驗的人 菜寮溪的豐富化石 是佐鎮的瑰寶 卻無法挽救當地人口凋零的絕境 跟著鏡頭我們深入佐鎮山區 這一方被白鱷土覆蓋的天地 昭告著佐鎮發展的困境 白鱷土岩分高保水難 卻遍布佐鎮農田 植被難以生長 成為佐鎮農業的致命傷 半個世紀之前 這裡曾試土芒果的產地重鎮 隨著農民年歲漸漸 高勞動力的果園幾乎不復存在 取而代之的 是適合漢地生長的葛韻晶 分分煮得正常 現在來炒豬豬的 來就像蔡芹王 這樣子就可以了 它就會慢慢的長大 對 要讓葛韻晶市 比較青江 如果剩下就比較重重 今年六十八歲的來老先生 是佐鎮公館社區居民 他在田園孤單的背影 幾乎是佐鎮的縮影 當地被化設為 水質水源的一級敏感區 無法加蓋工廠 只能從事傳統農業 佐鎮跟不上產業轉型的趨勢 給不起青壯年 想要的未來 那你自己有小孩嗎 有啊 他們都留在這裡工作嗎 沒有 他們沒有想過說 要留下來在佐鎮公館 沒有 為什麼 工作不好找 那留下來 也不做那場主 這一大片鎮鎮田 是台南佐鎮特有的二地作物 才剛種下兩個多月的鎮鎮 高度大概直到膝蓋左右 目前還只是幼苗 不過經過一年之後 才是它的採收季 經過洗粉 就可以做成大家熟悉的粉薯粉 剛好有一年 一百零二年的時候 有一個毒澱粉事件 就是大家都不敢買市面的那個 太白粉啊 或是那個地瓜粉之類的 很多消費者就問說 你們那邊有沒有在賣什麼粉 可以勾欠的 那我們說有 我們有粉薯粉 知道之後就都會來買這種鎮鎮粉 葛玉金製成的粉薯粉 是佐證傳統生活的飲食 除了勾芡 泡茶 研發成麵條之後 口感Q彈又交勁 這項特產成為社區求翻身的希望 我們就在找適合的產業 可是我們就覺得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都沒有特色 我們比不過人家獄錦的芒果有聲望嘛 那香蕉 奇山 芭樂 燕草 我們好像都有很好的這些作物 可是好像量都不多 金黃的蛋汁 或者鹹香的破布子 下鍋煎出油香 日常餐桌的飲食 化身二地風味餐 踏出觀光轉型的第一步 明眼二地它其實含水不多 對於需要水的這些作物可能 不容易發展 耕作的作物面積不大 會面臨我一年的生計要怎麼辦 考驗著在地的這些農民 要如何在這片二地上面 去做一個特殊的產業 所以才會發展葛玉金 滿滿一桌菜肴讓人口水直流 公館社區對農特產充滿信心 卻面臨市場殘酷考驗 疫情之下 一個月只有五組團客訂單 振興之路前途茫茫 二地的這些產業其實是很有特色 就像我們的葛玉金一樣 大家還不是很熟悉葛玉金是什麼 我們就是不斷的去做行銷 這一個產業的話 我覺得很有發展潛力的 有遇到一些瓶頸 比如說可能我們的資金不足 或者是說消費者在哪裡 包括我們的產業行銷這個部分 這裡昔日是熱鬧喧華的 佐鎮鋼鄰國校 卻因為少子化 人口外流 2006年廢校 徒留空蕩的操場和教室 1970年代 佐鎮人口數曾經破萬 隨後逐年下滑 2021年只有4000多人 50歲以上的人口佔了一半以上 超高齡化現象 更被封為極限村落 我們這邊老化人口非常嚴重 被人家稱為極限村落 年輕人他其實不願留在這個地方 菜料的你去煩惱 讓你怎麼煮再去煮 讓你老人要吃 這幾條街裡面最熱鬧是哪一條 這一條最熱鬧 最熱鬧是這裡有幾家店 每一家都很熱鬧 我們佐鎮所有這一條街 對啊 那時候的時空背景 蘭化他們的農產品 他們沒有青果市場 跑過來這裡 佐鎮在賣 78歲的林榮招里長 記憶裡小時候的老街生氣勃勃 街尾的菜市場更是人潮落意不絕 你說以前這裡是最熱鬧的地方 對啊 對 菜市場 現在咧 現在都沒有 這家店有幾年的歷史啊 我超過六七十年了 七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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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果差不多四五十年之後 那是最多錢了 憲哥現在差很多嗎 差很多啊 差很多了 就賣多的 豬肉了 現在都沒了 日治時期 佐鎮曾大力發展這趟產業 當時為了集散甘蔗 設置了火車站 載貨也載客 唐葉沒落之後 1973年車站廢紙 佐鎮也結束了黃金時光 主要的住命當啊 就是水源保護區要管住啊 人在這裡沒辦法求生啊 就往外跑了 沒工場 還要少人人一直搬家 到這裡像三四千人 還都老人 曾經繁華的佐鎮老街 如今不少老屋 早已人去樓空 破敗不堪 近年來在地想要重振老街風華 第一步便是老屋翻新 大膽投入佐鎮創生計畫的 許明洋 曾在2010年 一手重振新化老街 2018年底 台南佐鎮被國家發展委員會 選為全台灣地方創生示範點 同時也被列為全台恐將消失的 134個鄉鎮之一 經過幾番掙扎 許明洋才接下這個燙手山慾 以現實的觀點來評估這條佐鎮老街 當時看到這些殘破街屋的狀況 其實正常人來講 應該是不會想要脫路 我後來就站在那個街頭 站了一段時間 那我就一直看著他 就會覺得說 他未來一個不遠回來的 那個美麗的情景 慢慢就到我眼前呈現 那那個心情就會有點像是 一個醫生 把人救火 讓他健康 是一個醫生的使命的話 那他如果看到一個病人 已經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了 他不可能不救他 我們當時的心情就是這樣子 目前我們設定了這五棟房子的診件 主要能夠串連山上水道博物館 佐鎮化石園區 一直到佐鎮老街 隔天又可以延伸到公館社區 就是去看餓療日出 農村人力高齡化 產業轉型受限 這是佐鎮老街的困境 也是台灣鄉鎮老化的寫照 許明陽複製新化老街的經驗 首先透過老屋翻新 改變佐鎮的面貌 原本它是這邊全部都是香蕉樹 目前像佐鎮公館社區 他們是目前已經試著 將在地的這些特色農特產品 結合當地的文化的底蘊 有它的相關的論述 所以它吃的是一種 當地的文化跟生活的儀式感 住宿空間跟餐飲空間好了之後 讓人們來知道說 原來來這邊佐鎮老街 它是這樣的體驗是非常有深度的 在它的藍圖裡 佐鎮將會從住宿空間景觀 結合交通步行動線 串聯成一張創意生活產業的網絡 去滿足整個台二十線 裡面所產生的十一住行育樂 都能夠扣合著生活產業 延伸出去 有哪個年輕人適合做設計 哪些適合做生活體驗開發 等等我相信這些可能性 就會逐漸開展出來 五十年來居民看盡佐鎮的悟患心儀 卻不曾放棄家鄉發展的可能 如今要重振產業 也仰賴他們對佐鎮的記憶和感情 初期是說希望讓這些故事先 先引起大家的注意 讓大家對這塊土地有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做法才會活絡 我們會期許就是將這樣子一個 歷史空間的這樣的文理 把它保存下來 並且想辦法把它的故事找回來 我們有我們的熱忱 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回來 發展未來的自己 創造佐鎮未來的可能 要給年輕人一個舞台跟機會 台南佐鎮人口流失嚴重 街道上局目所及 都是垂垂勞矣的身影 50年來當地被法規和自然環境套牢 現在仍無法掙脫置固 但小小的佐鎮 卻有一群熱血夢想家 他們敘事待發 期盼抓住機會 翻轉產業頹勢 力拼將危機化為轉機 地方創生行動迫在眉睫 如何為家鄉找到生機與出路 也考驗著台灣的年輕世代 下個單元轉到中台灣的雲林 來看看農電共生 綠電實驗進行式 更多內容馬上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我是喜顧雅外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農電共生可行嗎 近年來政府推動太陽光電 在農村引發了許多假種田 真種電的爭議 但反過來思考 若能落實以農為本 綠能加值 是否能為農民創造更高的 經濟效益呢 採訪團隊實地走訪雲林縣 發現有光電業者 展開實驗性質的養雞種香菇 或是有農民在迅務場屋頂 架設太陽能板 使得受電成為本業之外的 另一項收入 另外農業灌溉溝渠 也可以發展小型的水力發電 與環境共好的綠能進行式 一起來看 一塊土地如果能結合農業光電 一起來使用最適合台灣 太陽能光電的發展的基本前提 它必須是以農業為本 綠能是加值的 小農或是這種高經濟作物的農作物 它可以跟當地的自然資源 轉變成綠電可以做結合 能夠多發展一些有效的空間 產生電力 你已經丟在那邊 為什麼不給一些機會 陽光折射下的太陽能板 自然界悄悄運作的一切 是能源轉換的關鍵 屋頂太陽能板重電 屋裡農場栽種香菇 雙管齊下各自發展 農電共生毫無違和 本來是用直立式的種植方式 所以長的香菇 就只有這個地方長香菇 屯著棒 整個菌棒 全部都有香菇 台灣最缺瓦就是土地面積 在人的高度 所拿得到的地方 我們就直接就把它鋪設 香菇的面積 香菇品質的控制 來自恆溫恆濕設備 層架式種植突破傳統 土地結合農業與光電 能源產生與糧食生產 各自發展並行不備 像這個香菇啊 這個就差不多有八分滿 剛好含著你的手指這個階段 這個剛好就七到八分滿 這種的香菇是最好吃的 光電廠下的農業活動 農電共生的實際操作 運用環控設備 加上這種層架式的栽培方式 和過去的種植方式相比較的話 香菇的產量會多上四倍 當初太陽光電要建置是 一線來找地 就是這裡有潰線的 你才能找那個地 現任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工會 理事長蔡宗榮 2009年開始投入太陽能產業 目前打造150個光電暗場 台灣邁向農務經濟的 綠電操作模式 目標2025年 太陽光電要達到20GW 也就是250億度電的生產目標 因為一個太陽光電 1MW投資 將近有5000萬左右 台灣未來要做20GW 要花將近一兆 即使有虧限 有資金 在土地的取得上 就是台灣最匮乏的地方 從以前推行太陽光電到現在 完成了8.1G左右 屋頂上該做的 幾乎大家差不多七八成 已經拿出來做了 未來這12GW就是地面型 要決勝負 蔡宗榮以光電業者 實際參與農業操作 他想改變過去 光電發展 即是與農民爭地的既定印象 在屋頂種田 屋下種田的格局 發現農業與綠電並存的最佳模式 找出相互得利的幾大值 選擇最好的雞的品種 它所生的蛋像翡翠一樣 就是綠色的 我要去剪蛋了喔 實驗性質的小型太陽能電廠 除了啟動香菇選項 飼養凡羽 蜻殼 烏骨雞 蛋雞有效生產高經濟價值的雞蛋 單顆售價30元 飼養階段 這個沒有經濟規模 所以它的成本都很高 這隻在生蛋喔 飼料減低以後 你的成本就會降低 還是他們飯前的水果 木瓜 咕咕咕 你吃木瓜喔 飼養 這些資料要給雞吃的 然後每天都餵 加了香菇跟杜甲泥汁 我們台灣有八十幾萬公頃的農地 如果有人找到 真的可以做成農電共生的這種暗場 其實也可以解決糧食的問題 又可以解決光電的問題 好 我們現在要餵那個 廠房的母豬飼料 那我們會看牠吃的狀況啊 給牠應該要吃的飼料 我們會在那邊補充一些營養品給牠 在山一站 裡面的地點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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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如果飽飽代表說媽媽奶是足夠的 或是摸她的背部 對 看她的腦膳 然後看她的背部的脂肪肌肉厚度是不是夠 太大了 對 她就比較緊張一點 她一直在叫 然後她回去找媽媽 位在雲林大培 企業化建議的豬舍 業者在2011年以實驗牧場挑戰市場 養豬業的考驗依舊是空污 廢水 這些由環保議題設下的隱形天花板 這邊的水蓮就是豬的冷氣房 那這邊是降溫的動作 那通常可以跟室外溫度差到3到5度以上 那白天還好 晚上可能不降 所以豬到底是怕熱還是怕冷 小豬怕冷 大豬怕熱 這邊的豬都比較大隻 這邊比較大 就是這邊是幼稚園的部分 太陽能板在豬舍的應用 除了可以產生電力之外 對整個牧場的運作 也會降低它的生產成本 整個太陽曝曬的溫度會降低 所以等於說我裡面調節 就我的能量就不用用那麼多 太陽能板這樣大概可以降3到5度 我們目前之前492k瓦的時候 一個月一年大概 一個月大概2萬多2、3萬塊 我們不是太陽能的業者 不是專業的 所以包括微物設置這個我們都不懂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會考慮是用租賃的方式 所以還是可以農電共生 是可以 對 太陽能板產生的電力 福特瓦數一不了然 運用AI監控 智慧養豬 也是農業革命邁向綠色生產的關鍵 資源可以再重複利用 有效的利用 當我們的環境更好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 它是可以節省能源的 那我們當初想這樣 考慮的其實不是太陽能化電的事 而是因為它可以降低溫度至少2度 科技加入濃漁木 善用屋頂空間 資源絲毫不浪費 我們的屋頂都是有太陽能板 這裡邊呢我們有除能 除能 我們就在敵風的時間 因為我們分接場是耗能的 所以我們會在晚上敵風時間 先除冰 運流冷氣 買點可以使用 所以就不要用那麼多的能量 是是 包括從我們往上發展 就是做太陽能 可以幫助我們的一些多元能源 對大家講都是好事 那很重要一點是 我們怎麼樣把我們的灰水 跟我們的這個養豬 或者養雞的這些排泄物 變成一個有效的資源 找出一個讓我們的養豬產業的永續 除了說我們要多元能源以外 更重要的是 我們重要是讓台灣的虛物產業 可以變成一個大家 不要說歡迎至少大家不要排斥的一個 要不然台灣的豬肉雞肉要從而來 這個 這個 2022年第一季 台灣的再生能源發電量 佔比為7.67% 依據經濟部資料 2025年預估數字為15.27% 距離20%的達標之路 還很漫長 所以我們的概念就是說 你以前丟在那邊 為什麼不給一些機會 南投魚池東光社區 屬於低海拔的山區 水力高低落差明顯 適合再生能源發展 這個是我們目前全台灣 獨一無二發展出來的 首次式的水分機組 對 它只要簡單組了就可以 而且它是一個男生就可以拿得動的 那它仿阿基米的葉片 而且它是採鋁合精緻 所以是輕量化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水人機的葉片水 待會水碰到它就會轉動 就會帶動我們的這個皮帶 然後驅動它 最後帶動到我們的發電機 發電機發完的電源 會直接讓我們的彈泡去做發光 以台灣農業灌溉溝渠區發展小水力 預估潛在裝置容量可達620MW 一年有45億度的發電量 市戶一口的人家 一個月大概是300到400度電的 一個月的用電量 那水力發電的一個K瓦 大概是一個小時一度電的產出 所以一個K瓦的機組在 一天就24小時的電力產出 所以24乘以30就是它一個月的產電量 是可以cover一個人均加戶的用電量 水力發電它的用途其實非常多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電力來源 它是24小時提供 所以水力發電我們談的並不是 台灣電力公司那麼大型國家的 但是它也沒到那麼小 它確實會把你賺到錢的這一種 那我覺得這種就是等於是 讓我們的綠能更普及 跟社區可以做結合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期望的 台灣的一個未來的樣貌 那是角度的問題 對 角度的問題 你要切到旁邊的角度它就會動 深山中的小型社區電廠 除了教育宣導也能少量供電 休閒農業融入綠能概念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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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這邊有水 這邊有水 比較方便 八隻即十幾隻這樣 我們的水的未能怎麼變成動能 變成電能 然後有環保的這個意義這樣 剩餘的電力可以用抹袋去儲存 甚至於可以賣給這個西藥麗店的企業 咖啡在翠林這邊的做法 就是說它是一條龍的一個製程 包含了縱豆 然後栽豆 然後曬 烘焙跟發酵 那電力部分可以來自於我們回發店 這種高經濟作物的一個農作物 它可以跟當地的自然資源 轉變成綠電這個題目可以做結合 也就是說它可以打像一個所謂的 綠能的咖啡 或者是水電的咖啡這樣品牌 落實農電共生 水力 太陽能 沼氣 都是可行的八電模式 我想這件事情必須是太陽能光電業者 跟政府一起來合作 問題還是在農業生產 希望太陽能光電是來幫助的 不是來競爭的 台灣需要多元能源 大家不願意用核電的時候 那這個綠能就開始變成是一個險學 台灣過去100年間 我們其實並沒有在民間去發展這種水力發電 那也沒有應用到新的水力發電的技術 所以我們損失了 在民間的部分 只值了快100年的水變成電的這個機會 一方面是國家綠色能源政策的問題 一方面就是 的確可以幫到一部分的農民 願意用新的這種形態去 從事農業生產 產生電的這些邊際效用 它對農民也是一種收入 因為有水上的農業 農業到這個時代 它其實會慢慢的視為跟薄弱 但是我們水還是在 所以我們要賦予這個水 另外一個價值跟功能跟意義 所以我們一直想要做一個翻轉 那包含我們說示範的社區 示範的基地 還有這個所謂的特定農產品的合作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一開始的起步 綠能結合你我的生活 也僅扣在比多元產業 台灣農業在世界節能趨勢下 以循環經濟概念 逐步累積綠電實力 朝減碳目標大步邁進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您造訪過雲林縣口湖鄉的成龍濕地嗎 1986年 維恩颱風過境 雲林縣口湖鄉的成龍村 因為堤防潰絕海水倒灌 一夕間糧田被淹沒 成為現在大家熟知的成龍濕地 近年來民間團體和在地居民攜手 舉辦藝術節活動 讓成龍村從原本默默無聞的海邊小鎮 成為國際級的藝術漁村 居民們如何再造家園 邁向下一個十年 下週採訪團隊的深入報導 請您持續鎖定 我是喜顧雅外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我是喜顧雅外 你訂閱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了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